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开始今年龙湘村党支部民主推荐会议 那首先呢 这个也是受松口正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的领导小组委托 然后今天由我就是这个来主持今天的民主推荐大会 那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个来我们 2021年 又逢基层两委换届 林璐璐是龙湘村现任村党支部书记 来参加民主推荐会的还有她的父亲 党员林心服 村两委换届 关系到村子未来几年的发展 每个村民将对心目中有意向的人选 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 我们是上一届 我们是在这参与没有打 都在这参与没有打 不要来救啊 不要来冷空啊 不要来冷空 冷空还没有丰富啊 是党员在这边打钩 是村民呢 村民代表了在后面打钩 既是党员又是村民代表了 都在党员在那边打钩 除复仓的东西 我说大家讲 那请家里面一边打钩 今天让我们推动 和江士松 맛이给我弄力 江士松对我们差不多 有点自我 差不多年里好专利 所有 永泰县松口镇龙乡村 是一个传统的古村落 大张溪水傍村流过 只通宁江 岸边古树参天 冒竹成林 趋近通幽 竹林之后 是集中成片的古民区 旁边便是狭长的农田 过去因为交通不便 经济结构单一 龙乡村的发展 一直比较缓慢 自从国家2017年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后 改变也随之到来 林露露是龙乡村走出去的大学生 在2014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响应号召 回乡创业 投身松口鼓震的旅游开发工作 积极宣传家乡优秀传统文化 2018年 正值龙乡村两尾换届 林露露决定参加村党支部书记选举 为家乡再尽一份努力 18年村里面的党员群众 确实也希望村庄有所改变 我自己也觉得 我应该要去锻炼提升自己 所以后来才会选择 回来就是担任这个村支部书记 当年龙乡村的村书记 是林露露的父亲林欣福 有着20多年村书记经验的林欣福 并没有把初出茅庐的女儿放在眼里 可上级党员大会的任命结果 却出乎她的意料 林露露被任命为新任龙乡村党支部书记 林欣福却落选了 当时我就跟她说 我好不容易把你培养一个大学生了 是不是 又往大的城市大的地方去发展了 特别是你女孩子 女孩子的青春本来就是有限了 是不是 你把你的青春全部贡献在乡村当中的话 那你接下去的话怎么办 尽管父亲想不通 担心年轻的女儿搞不好基层工作 但这更激发了林露露的热情 她按下决心 一定要为家乡做出一番事业 保守党的秘密 福州市永泰县 是一个水汽丰沛的山区 龙乡村所处的地势相对低洼 以往雨季一来 农田就要被淹掉 排水不畅 一直是村民的一块心病 林露露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好 我们往这里走 因为一到这个 就是春夏的时候 就是训这个有水季的时候 这个水就会淹到进来这里面了 对 然后这个对农田的这个种植 就有这个影响了 所以到时候要把脚下的 脚下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石头基 要给它重新砌上来 修水渠 建工厕 完善道路 美化环境 刚上任时的林露露干净十足 她希望通过对村基础设施提升改造 打好发展的基础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乡闲回来 一同参与乡村镇新建设 起初有些村民不理解 有的人还冲着林露露发脾气 她只能不断地进行解释 回来一不小心就被人家指着鼻子骂 那我凭什么呀为什么呀 就是去做村港部需要有非常强的抗压能力 包括说就是要有非常这个强的这个包容心 这个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很多人的不理解 所以就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去对待他们 不能计较的确实也是 因为我的回来的目标只是为了 就我的老家能够做得更好一点 过了一段时间 看着村子里环境一天比一天好 村民也渐渐认可了 这位年轻的村党这部书记 龙乡村也被评为 省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网上老百姓在这边跳舞了 拉二胡了 这个现在是娱乐活动 老百姓现在有很大的改善了 年轻人的回归 给乡村带来了观念上的变化 在一片树林的空地上 几个工人正在施工 那里走你来的 这里了 这里是一座无人牌的 问津的破败房屋 林露露正在给她进行 重新设计改造 不久 她将成为一处 现代都市人体验乡丰民俗 和传统乡村文化互动交流的场所 林露露 现在我们是还剩一些 木框上的门窗 然后包括二楼的走廊 还没有完成 那其实可能就是 差不多接近在一个月的时间 这里面的所有的工程就结束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 今年的话就会针对 龙香学堂在秋冬的时候 策划一些更多的村里面的活动 从龙香村出来不远 就是古镇松口 林欣福的家就住在镇上 平日里的家务活 都是妻子吴德林 一人打理 听说女儿今天晚上要回来吃饭 她特意要多做几个菜 在家里 就是吃饭的时候 妇女俩也常常因为村子里的事而争吵 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是很多事情不是都要照样给干啊 你又不能问了躲 躲聪明的这些想法都不去想 是不是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一两个聪明就天天这样子说 哎呀你这个事情 哎呀这个你的这个 这个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 你现在又开始想着说 做这个做那个 他们聪明也是你这样的想法 那大家都这么想 那聪明还要发展什么 我都当了二十几天村康过 你还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啊 有些事情的话 你就考个个周群 知道吗 吴德林插不上话 多少次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妇女俩不欢而散 妇女俩的矛盾如何解决 林欣甫 林露露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换届选举谁最终当选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上次选举意外落选后 林欣甫仍旧是闲不下来 她去当了一名护林员 每天一早 她都需要上山巡查 龙香村的西面是一大片的山坡林地 阳光照射充足 林欣甫有着种西瓜的经验 看着向阳山坡上有着很好的自然条件 林欣甫尝试着在林间山地种起了西瓜 如果效益好 她希望在全村推广 因为我这个村其实农业发展得不错 我又打造一个龙香本地的一些特色的产业 特别是花生 西瓜 这些种植 大户给它引导好 做好 把这个产品给它做清 关于村子如何发展 林璐璐有着自己的打算 她想到了当地的特产 梨果 龙香村几乎家家户户 都种植有这种叫芙蓉里的果树 果实成熟后 清粉相见 神似芙蓉 口感酸笋甘甜 整个村子一年的产量就有几十万斤 但是近些年 由于市场原因 芙蓉里果一直销路不差 卖不起价格 也没有别的销售渠道 成熟的梨果就只能烂掉 我就在想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其他方面的这种尝试去再想这个事情 福建的闽东地区 做有酿制果酒的历史 临路如下 如果能将梨果酿制成果酒 不仅能减少村民的损失 而且能打造出龙香自己的品牌 带动整个村子向产业化发展 这也许是一个长久之机 确实李子酒真的是很少有人在做 那他们有说到说李子酒 其实可能是所有的果酒中就难度最高的 这一缸酒套出来其实应该也会很好吃的 自然说是我们这种 但是已经还算是真的很认真了 尝一下 但要酿出获得市场认可的梨果酒并不容易 林露露只能不断地尝试 本来的话如果没有 前一周就可以采了 一碰到这个 刚好刮熟的时候碰到这个梅雨季节 你看西瓜都烂了很多 烂到田里面去 林芯福种的西瓜也遇到了问题 前几天的大雨 让不少西瓜烂在了地里 它必须想办法把西瓜尽快卖掉 最后,几天的风景 essen家家 Carol finde Jesus 那有人说 那 будто欧极难 我带他们好厉害 那这里人头脑那不才没 搞蓋不 Теперь一家 那不是自己产梦记 那边想拿国 ﷺ 什么时候我 décimo 一块二、一块二 我那個德� en général的老板 打者老板纱要一块二 他都全部包 ¿ 一块二,你 meny高她 entsprechend 是不是 而且你这个 讲白了 你这个好的瓜 你如果全部去的话 那一块我也无所谓 算了算了 一块三给你 既然上来的 既然上来的 就一块三一块三就给你 半天忙碌后 大部分的西瓜有了着落 价钱比平地瓜高了不少 林欣福松了一口气 山瓜虽然好吃 但上山的路却不好走 要让村里的人去种山瓜 就得把路修好 林欣福想 如果这一次换届他当选了 这些事就好办了 如果这次 我有幸回来龙乡 在当村植物出去的情况下 我又打造一个龙乡 本地的一些特色的产业 再结合我这个龙乡村的 美丽乡村 中国古墙的旅游 然后现在辐射到周边的乡村游 把这个旅游这块做好 前些天 村党员大会刚刚任命林璐璐为村党支部书记 对于下个月要举行的村委会主任的换届选举 林欣福准备再找女儿好好谈一谈 我觉得你天天在村里面那么忙 天天老师每天晚上都这么吃回来 一个女孩子何必搞得那么累呢 我看你天天搞得这么累的话 倒不如我自己回去当算了 当初回来你觉得说这个工作 也是觉得自己兴趣喜欢做的 我知道啊 你今天不是回来一年两年了 你今天是回来七年了 是不是 连一个比较适合的男朋友也没有 那你在 我觉得你这样子待在村里面有意义吗 我又没有说今天不早 那我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规划 我觉得自己做 自己喜欢觉得做了有意义的事情 这也没错吧 我觉得你如果现在走 我现在 还有那个 还可以再回去当 你如果在这一任的话 我都没机会了 知道吗 每次都这样 说几句啊 那就走 这一次的谈话又陷入了僵局 女儿的倔强 似乎没有改变 夫妻俩翻看起 女儿小时候的照片 回想着以前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场景 林心福陷入了沉思 为了让离国酒 有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林露露决定到福州寻求帮助 林露露要找的人叫陈斌 是一位高级工程师 同时也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总 乡村产业创新 是她最近研究的方向 林露露得到了她不少的支持和帮助 哇 这么好喝啊 因为乡村要发展 需要在经济上 需要有所突破 经济上有所突破 我们说知识是第一位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品 我们需要把先进的知识 带给乡村 这个是米子分泌的汁酒 哇 好漂亮 还在成化过程中 可能要放上一个 就是在研发 相当于拿李子各个各种汤来配 就是未来的目标 就是一定她要上生产线 就要让她就可以拿到 我们的这个就是SC的这个证 包括说未来 就是应该要有自己的这个厂房 来去做这个生产 因为这才能够代表进入市场的 就是正规的这种产品 农香学堂举办了 落成后的第一场活动 那这个就属于说 最传统的原味的鲤干的做法 红色的就能够看到的 那就说明这骨肉已经成熟了 林璐璐和附近村的村干部们 齐聚一堂 搞起了直播带货 这种新潮的电商形式 自家的特产摆满了桌子 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大家共同发展 这才是硬道理 十月的永泰秋高气爽 龙香村村委会办公室 气氛热烈庄重 村委会主任换届 这一事关全村当家人的选举 正在进行 这一次 党员群众依然给林璐璐 投了信任票 她当选了龙香村村委会主任 实现了村党这部书籍 村委会主任一肩挑 这两三年路路一接手一下 然后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她文化水平也比较高 确实现在做两三年 经验也很丰富 我始终支持她 在村里面也算是好干部 村里有困难的时候 遇到什么东西 她马上就做到 我总觉得她做村干部不错 考虑未来 就是龙香的发展的话 我觉得 首先我们就是说 打造好几个 就是公共的这些空间 就是我们所能够 接触到的一些 不同的资源 去带入乡村 然后去做一些 合理的这种项目规划 比如说像 这个新研发品种的 这些市种种植 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就可以间接地带出一些 这种农产品的销售 未来的话 我们就打造一个 这种农业体验村 在一些这种 比较好的这种项目开发上 可能我们也应该 就是去花一定的力气 鼓励香咸 然后鼓励一些这种 就是这个好的体验 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村庄来 虽然这一次又输给了女儿 但林欣甫却感到欣慰 乡村确实也需要 它那种有家乡情怀的 有一定试验性的人 在这边 才能把这个乡村振兴 发展好 这里的人们 把自己的青春和一腔抱负 变成了改善家乡面貌 带动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 关于林璐璐 林欣甫他们的故事 远没有结束 大张西畔 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变化 还在继续 欢迎收看 由正大冠名的 三农群英会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